好的各位 今天的晚餐呢 我想要來煎一個 塞子牛 因為呢 我們其實冰箱裡面喔 還有兩塊 然後大家應該 有沒有看到那個 我煎那個牛排 然後這裡面還有兩塊牛排 但是你說在煎牛排煎兩塊好像有點 太厚 所以我想說我把它切一下 這個你看喔 Costco牛排真的超級厚的 對 所以你說 我們在沒有蘇肥的狀況下 去 哪有人在 在切東西的時候 跑到我的刀下面 你的刀下太誇張了 就是如果 如果在沒有蘇肥的狀況下 我會擔心 它 健不熟 所以我就乾脆呢 把它切成丁 就變塞子牛啦 切薄一點 但是也不能太薄 因為你太薄的話 一下就熟了 就沒有 塞子嘛 塞子自然而然就是一個正方形 但是也不能太厚 但是也不能太厚 沒錯 不然 不能有外面不熟 外面熟裡面 不熟的狀況 塞子牛應該沒有固定說 一定要哪一個部位吧 因為我們 我這個部位 我這個是菲力牛 牛孩 軟一點 煎一點 不一樣 Costco 菲力塞子牛 哇 聽起來就很棒 OK 我發現蒜片 麻痺牛肉還難切啊 很難 我很難切成片 這應該是蒜丁吧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開始煎牛排 它是不能下去炒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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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香喔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我用超小的 它其實沒有很小 還是小 還是小的 很健 但我還是有點擔心它裡面沒有熟口 但 但牛肉不用吃到熟口 但是還是要有一定的熟口 這根本是喬骰子牛 這根本是喬骰子牛 你有沒有去夜市買過那個骰子牛 他們都放在鐵網上面 慢慢的 慢慢的 就一直兩板 不急不急 不急不急 急不得啊 好像那個 接下來應該就是等 下面的那個 水啊 稍微收 收一下 這個 空位 好 天啊 好 好 我來夾一塊吃法 我來夾一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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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肉 OMG 36 欸我聽到過不起床的聲音 剛剛好 透氣燈 好吃耶 很好吃 很好吃 沒有失敗 而且其實我剛剛有稍微 一點點 會一點點海鹽上去喔 一點點會 哇 危機乘三的塞這麼好 MG 照這樣子的主動 我們把這個 那個 打蒜片放在旁邊 OK 然後呢 最後一個步驟 海鹽 直接把它散在旁邊 好 這是鹽鹽啊 不是海鹽 OK 打風告成 來這裡唷 讚讚吧 等一下 給默默 吃吃看 然後我會把 大家放在IG先動 去我來去看 到底默默 喜不喜歡 好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如果 如果你有一個 可以更好切蒜的方法 或者是 更好的尺寸做法 也在下面留言 拜拜